我做梦都没有想到,原来石头真的可以做菜,很多高档酒店都把石头做成了招牌菜,68块钱一份还有很多人排队抢着吃。 隔壁老王就靠这道菜在城里买了两套房,其实他的制作过程很简单,成本也只要几块钱,大家不用去排队,自己在家就能做。 首先去小河边剪一些小石头,挑选表面光滑圆润,质地坚硬紧湿的小石头,这样的石头瘦热快,做出来的口感也更好。 剪回来的石头加入多一点的食盐,再加入清水,用盐水把石头浸泡半个小时,消毒杀菌,这样吃起来才放心。 泡好后,再用清水反复冲洗干净,然后控水捞出,装入大碗中备用。 再把洗干净的石头倒入锅中,加入葱姜片,少许高度白酒,再加入清水,大火炖煮,河边捡的小石头,长期和鱼虾混杂在一起,多少带点鱼腥味,所以这一步是给它去腥。 同时也能进行高温消毒,水开再煮10分钟左右,捞起放入沥水栏中放凉备用,充分散发掉表面的水汽。 趁这个时间,碗中打入5个鸡蛋,加入一勺食盐,少许鸡精简单调味即可。 再加入一把葱花,然后把鸡蛋充分地打散,搅拌均匀备用,然后起锅烧油,油要多放一些,是平时炒菜的三倍。 油热以后,再把晾干水分的石头倒入锅中,快速地翻炒均匀,大火猛炒,让每一颗石头都能均匀受热。 就这样,让石头在油锅中炸3-5分钟左右,直到看见锅边不停地冒清烟。 这个时候再用漏勺把石头控油捞出,装入提前准备好的铁锅或者砂锅中,然后趁热淋入刚才准备好的鸡蛋液。 大家看一下,鸡蛋液瞬间就沸腾凝固了,滋滋作响,一股香味扑鼻而来。 这就是我们家乡的江湖名菜,鸡蛋碰石头,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这道菜呢? 这样做的鸡蛋口感鲜嫩软滑,咸香入味,家里有条件的朋友们都可以自己在家试试。 喜欢的朋友记得收藏起来,以后家里来客人了,你就给他露一手。 学会了你就点赞关注,我们下个视频见。